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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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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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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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他們不得不嚴防 幫中國共產黨紅色軍隊 佔領整個神州大地後 對香港的一些影響 去到1949年5月15日 5月25日至真 英國政府當時 在沙頭隔和深圳邊境 開始夜禁區 即是在邊境中 夜晚不准人走 而去到6月15日 就更加要把夜禁區 擴大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甚至去到1951年的 6月15日頒布了 1951年邊界封鎖區命令 在新界邊界地區 經常封鎖 不准人進入 或逗留這些邊境地區 到後來 還有一個有趣的詞 叫派施 大家知道甚麼叫派施嗎 即是通行證 即是如果沒有派施 你不容許在邊界出入 或逗留等各方面的東西 影響到直至今時今日 2017年 我們都需要有派施 所以才可以進入 某些指定禁區的位置 各方面的東西 好了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 是佔領了1949年10月1日 立國之後 他們對香港的主張 是他們絕對不承認 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擁有權 他們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它是不承認港英政府的政權 擁有香港的佔領權 不過他們覺得 不想用武力的方面 搶回香港回來 希望經過政治的談判 而從英國的政府去交涉 要將香港的主權拿回來 暫時為止 沒有足夠的時候 或是足夠的條件 進行政治的談判 所以由香港 在英國的統治之下 不過它定了一個政策 大家都聽過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所以變回香港 在這個情況下 和深圳的邊境 仍然有沙頭角的禁區 作為緩衝期 隨著紅色的共產黨 就開始在中國的勢力 日漸龐大 取到壓倒性的勝利 和統一了中國的大陸之後 香港的政府當時 亦都是和英國談判 派住了三個女兒 來香港裏面駐兵 希望阻撓到一些鎮壓的作用 和一些恐嚇的作用 但是在同時之間 中國的邊境軍隊 自從1941年10月 進駐深圳之後 他們採取一個策略 最主要就是 不要搞到邊境的一些安寧 所以他們在深羅湖以北 這個近張木頭 40公里的範圍裏面 其實就是嚴禁一些野戰部隊 踏入這個範圍裏面 主要就是令保安部的一些公安 維持一些邊界的治安各方面 因為當時他們希望採取一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保持邊境的安寧 和後發制人的策略 即是換句話說 他們不挑釁 不搞事 如果別人搞我 我只會去搞回別人 即是他們用這種策略來 確保當時的香港 可以達到他們的長期維持現狀 有充分利用這個策略的目的 不過說回來 中國亦有派駐邊境部隊 進駐沙頭角 在1952年至1969年 當年有一個很出名的年 叫做紅色前哨年 即是他們的廣東省邊防總隊 633部隊的第六支隊 這裏一直守到1969年 都是紅色前哨年駐房 同時之間也在1969年 再增派廣東省邊境邊防總隊 第六支隊 第十三中隊 號稱沙頭角模範中隊 邊境駐防軍隊 進駐埋在沙頭角邊境 大家可以看到 隨著1969年開始 他在邊境內的軍力 就開始增強了 那半角角當時令到一些土共的人 有些信心 以為中國是會想收回香港 加大了他們的… 去搞事 去做一些所謂反鷹抗暴的活動 說說一小小關於 以前的沙頭角 地區 其實沙頭角一個地方邊境 我現在目察過 是在一個很長很長的地方 基本上 就算進入裡面的中英街 據稱當時只有鐵絲網間間開 中英間亦有很多洋場小徑 在山路上或橫街小巷進入深圳 基本上這個邊防嚴格不像柏林圍牆 墨西哥和美國邊境那麼嚴防 人們不是很難過得來 是很容易過得來 而當時中國亦要解決糧食問題 利用山界和深圳邊境有4000毫升公里 可以做到農作物耕種活動 所以在廣東省派了一些通行證 讓當時的村民可以來到深圳邊境做一些耕種活動 同時沙頭角和深圳的人 亦有很多民喻活動的交流 有時你過來我這邊或我這邊看電影 購物等各方面 其實基本上去到69年之前 其實這裏大致上是非常相當的平靜 民眾和民眾之間是自由出入 很難做到一些嚴防的發生事件 由於邊境不是特別嚴防 亦有很多漏洞很容易走得到 所以在50年代開始 當大陸發生了一些天災人禍 饑草、飢荒等各方面都找不到 其實很多中國居民 就經沙頭角這邊逃爛了下來 單單在62年計 走老了下來香港的逃爛大陸的居民 從保安院來到沙頭角這邊 進來香港 就有12,144人 的確是一個挺多的數字 除了去到69年文革大革 文化大革命的興起 邊境這邊出現一些嚴峻一點的考驗 而且開始感覺到 有些聲溫的味道在 而有些在沙頭角裏面 原本的一些村名 都比較有一些文革的味道出來 譬如中興街華街中 中興街叫做反帝街 沙頭角改名叫做熊衛鎮 甚至沙蘭夏村改名叫做熊星村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當時在沙頭角邊境裡 已經有一些劍拔魯章的味道 隨著左派所謂反英抗暴的運動 越演越烈 在6月24日 很多沙頭角居民 和一些大陸的居民 在邊境裡 開始有幾百人 開始追到一些反英抗暴死爛的 所謂的反英烈士 而引發到7月8日之後 再爆發了激烈槍戰事件 7月8日 沙頭角邊境發生激烈槍戰 據翌日明報稱 中英邊境昨日激烈槍戰中 港警五名死亡 十二個受重傷 全大陸民兵也有死傷 港警八十人曾受困 被英軍 Gergar 部隊一連以連續七分鐘之密集火力 救出重圍 在衝突之中 民兵曾使用輕機槍和槍榴彈 即以槍發射的手榴彈 Gergar 兵也出動鐵甲車和過山炮 列陣於六頸和沙頭角區 有關槍戰發生的原因和經過 據明報稱 在昨日上午十一時 大陸群眾三至四百人 在沙頭角華界之內舉行寬送大會 以寬送上月二十六日 在港警鬥爭之人士重返港界 而在港界之沙頭角香聞 亦列隊邊境準備迎接親人 此兆集資人群 在港界沙頭角警江對開處叫囂 並朝港界紮石 警江屬於邊境一百馬之外 故期間氣氛已經甚緊張 遺在此前 港警已獲情報 在昨日忽曉之前 加派四分隊防部隊進駐此區 會分隊四十人 在昨晨九時經意換班 11點多時 試襲情況既成 接防者乃列陣於中英街上面對群眾 此街一變開宜半港半華 邊界叫囂窄石最高潮時 防部隊以抗陰氣警告各人散開 因為部分群眾乃立足廣界之中 為警告無效三次之後 樹起警告牌 船發木彈槍 群眾避免因此而散去 警隊於是逐射催淚彈 由於前晚大陸早有人摘魚炮 來摘沙頭角警署和連續糾紛 故此在劍拔老張的情況下 一觸即發 華界民兵十人以尖兵般的姿態 袁塞袁國經江夏村 袁千麥蛇伏推進直到港界 用輕機槍進行鄉市委員會建築物 這個地方是兩層高的洋房 第三層是天台 早在作臣以下一小隊防部隊報防期間 與警江城奇角之勢 為其中之防部隊只遺避市區防部武器 故受長射程之輕機襲擊 全部不能抬頭 當時有十多人中彈 死者多名即在此事順跡 明報又稱 警江夕日指揮 戰火初然已向邊防總部呼喚 五加十二時半 英軍由軍地出發增援 第一團第一營的Gergar兵火速開動 在六頸新田地報防 測清形勢之後 以這個鉗型的攻勢推進沙頭角 明報又稱 下午四時零五分 復爆出一連串的機槍卡賓槍之槍聲 而被困達五小時八十名的港警 在此之後被救出離開AB兩個據點 以及Gergar兵的鉗型攻勢擴張到頂點的時候 民兵全部退回華界 估計民兵曾經進入港界四百馬 同日 港府新聞署公布中英邊境衝突場情 中午十二時二十七分 公布說 上午十一時後 約三百名群眾至華界衝入新界沙頭角 在該區警局外進行示威運動 揮動著旗次和呼喊口號 他們向沙頭角警署投擲石塊 警方人員被迫發射木彈以便驅散該批聚集群眾 數分鐘後 沙頭角鄉市委員會內建築物內一隊警員被射擊 有三名警員被射擊 有三名警員被射擊 若干名受傷 聚焦的群眾已散退 但未消散 今日中午 警務處長命令輔助警員開始動員 下午12點55分 沙頭角警署仍在追擊性的追擊之下 下午2點30分 沙頭角被槍傷警員有八名 其中一名傷者已死亡 4時26分 下午3點30分分報告 沙頭角警員約160至200人正在槍戰中 其中86名警察留於警江 其他住於鄉委會總部 警局大約50馬之遙 4點31分 Gergar兵現已抵達沙頭角 並在槍戰中 5時05分 第10Gergar兵團第一營現已進入沙頭角 並開始採取軍事行動 以解救現於鄉委會被襲擊的80名警察 至於鄉委會警察現已被邊界另一方人員冷槍射擊 截至目前為止 未見敵方有任何穿制服人員參與這次射擊行動 8時58分 下午6時 鄉委會在Gergar兵的解困下已退出 至5時以後該區已呈現平靜 事件發生後 倫敦和香港政府低調處理 好了 大家聽完佐敦聲演解釋了 沙頭角的槍擊事件後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為何當年 在上午11時爆發了槍戰後 要到4個小時以後 英國駐港部隊 接派遣的Gergar兵士兵和大炮 進駐沙頭角的邊境 希望抗衡中國民兵的槍擊挑釁 原來當年在11時已經發生槍擊事件 但在邊房裡全部都是港英警察 但據稱當時他們受到在中英街 警方對外50碼的小店 屋仔在天台上的駐房的民兵 是用機槍和追擊槍掃射 但他們無奈 手持全部都是左輪手槍 大家都知道射程範圍 而火力方面 基本上有很嚴重的差距距離 基本上是蚊比和後比無法抵抗 為何要四個小時那麼久呢 原來當時的條例就是 英國派在香港駐港部隊 一定要得到英國倫敦的許可 才可以調動的 所以當時的陸軍總司令 華智麗爵士的中將 他是要和英國倫敦取共識 拿到他們的批准 然後才可以調動一些 Gergar兵 帶著他的槍和大炮 駐防中英街 當然來到那時 很多警察已經受傷 甚至有幾個人已經死亡 據當時的一些警察 有份去駐防中英街 陰警的一些警察報道 有一位當時的見習督察 Gilberto Gorge 就是左詞的中文名 他前一陣子接受明報的訪問 他據稱當年是PTC 即是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 這個部份是接受一些訓練的警隊 當有突發的事件時 他會接受一些任命 而當時的名稱是一個見習督察 當日的招組 他接到葛柏 後來被人打大老虎 廉政捉了他的廉署 他也是PTC的校長 就派遣他和另外一個隊長 那個隊長叫做Kent Welburn 帶領120人 三個小隊的人 進駐中英街 由於他當年是一個 副手的見習督察的形式 所以他的責任 就是要在吉寶車內留守 而Wellburn 就帶來其他人 就進去裡面 用催淚彈和木彈去驅散 當時聚集在沙頭角警方以外的支持 共產黨反映民眾 誰不知 當時就馬上接受到一些 土製炸彈的襲擊 同時之間也聽到一些槍響 後來他也看到有些同僚 倒在血泊當中 也有很多人受傷 事後要等到下午的四點多 來自華街的追擊槍 機關槍的炮火 慢慢慢慢逐漸得到平息 是cease fire 而當時的Gerga Bing 亦是來到 亦是以機關槍去還擊還火 但未等到大炮來到 華街那邊的槍聲就終止了 當時他的記憶所及的左詞 他說見到很多建築 有布滿彈痕 就知道他們用的一定是衝鋒槍 大口徑的密集式的槍火 射回來英介伊那邊 同時之間 他的吉寶車 亦都受到槍擊 有彈洞在裏面 亦有些運兵車 來到邊境時 亦都被華街的炮火射穿他們的車輛 停在裏面是動不了的 亦都同時之間 在早上較早的時份 他已見到一個公司 已經倒沃在血泊當中 但很可惜在密集的炮火之下 是沒有人可以上去前 將他移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直至到他後面下午4點之後的時間 他們只可以停了火之後 他將這個公司搬走 但當時搬去那時 已經知道他已經證實了很重要的情況 甚至沒有死亡 而亦都發覺這個公司 他身上的重量是非常輕的 為甚麼呢 因為在4、5個小時中了槍之後 他身體上的血液 大部份差不多已經扭乾 所以他拿起來身上 是非常輕盈的 而這個公司 手槍擊死亡 證實當時有一個 叫做馮彥萍的 兩棵柴 不幸連同其他四名 有三個是本地人 有兩個是巴基斯坦人 死亡 而警方這邊也傷了十二人 據稱華界的民兵 死了一個 也傷了八個 事件發展到今時今日 2017年 前一陣子 這個新的警務處長上任之後 我們發覺在警察的網頁裏面 將這個1967年 中英街的槍擊事件裏面 將這些大陸的民兵 這些槍擊分子 列為一些中國這方面的槍擊分子 沒有說到他們是民兵 對這些死爛的 和受傷的 執法的人員 絕對是一個很不敬的舉動 令到他們含冤手屈 令到整件事裏面淡化了 也將整件事發生的來龍去脈 是很輕描淡捨地說了 而據稱警務處長 附近有一個連結給你的 你按進去就可以看到精華 現在你看到精華版本 長進的版本 按了連結就可以看到 這些是很老實說 他說是沒有政治目的 大家相不相信 1967年7月8日的 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消息 事件發生之後 就馬上傳遍了整個香港 市民當日大部分都不敢開出 感覺到城市在一個動盪的階段 他們留在家裡 靠聽收音機 去得到一些最更新的訊息 這次的事件 也引起外國媒體的關注 外國的傳媒紛紛作出報導 不過香港政府認為這次的事件 只不過是大陸邊境的村民發起的行動 解放軍的政規部隊 並沒有參與時設的雙擊事件 因此並不是中國的武裝部隊 侵略香港的一些舉動 而在《香港年報》1967裡面指出 所有的證據都證明事件 純屬一個中國邊境村民的組織 和發動的行動 當時的處理港督旗濟時 也否定這次的邊境衝突 是由中國政府去刷動的 認為事件是由中方邊境的號戰村民 當然也包括了一些中國民兵 所挑起的時端 他的行動應該是獲得地方當局的批准 不過他在他一份 至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 也有說到 雖然一些在邊境地帶的示威 可能由地方當局組織和批准 但旗濟時難以相信是由北京政府在背後 指揮這次的槍擊事件 而根據《香港警方政治部》題為 對邊境安全的外來威脅的評估報告中 在事件是沙頭角的鬥委會 一些潛回到內地的一些成員 發動襲擊沙頭角警方的行動 報告更指駐守邊境的解放軍 勿許中方民兵向英方邊境發動攻擊 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 致視為群眾的一部分 中方的邊防部隊 逐自覺有責任勿許村民的革命行動 其實人生裏面有很多巧合 亦有很多陰差陽座 當日的沙頭角槍擊事件發生 而受到追擊和槍傷的一些警察 其實就是剛剛接姦的 新姦的一些同事 早些發生 他們可能未開始 他們可能就不需要受到槍擊 如果是遲些發生的 可能又不是他們一間同事 身死有命 一些很無法發生避免的事 而在槍擊事件發生後 據左詞再說 那120個奉命調派去沙頭角 抵抗民兵槍擊的120個警察 很多經過這次事件後 都怕了決定離開警隊 去做其他工作崗位 但左詞就是覺得 作為警察是一個維護安良 維持治安的責任 他在事後 亦都沒有離職 繼續擔任警隊的崗位 槍擊事件發生後 當日的下午 港英政府立即宣告 沙頭角邊境實施宵禁 而當時一些交通 甚至不准來到沙頭角的邊境 當時由元朗市中心 去到沙頭角的78K巴士 縮短到只在軍地 就一定要停止 不准繼續深入 可見當時的沙頭角 基本上不讓外人進來 只是基本上只有軍人 這些Gerger兵是一個駐守 甚至英國政府在8月的11核 直接把香港的邊界全部禁閉了 事發之後 香港政府有鑑於這次事件 因為要調動兵力 要得到倫敦那邊的許可 在一個時間上的差勿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在英國那方面 可以有些彈性 當時的處理港的基達 向英國發出一個電閃 希望英國倫敦那邊 不需要他們的准許 而香港的駐港的司令 就有權調派一些駐港的部隊 去應付一些突發事件 沙頭角槍擊事件發生之後 在8月11日 香港的邊境全面封鎖 當時的處理港督 旗濟時在8月29日 向聯邦事務部發出的電報中 不可能全面控制香港的邊界 他們雖面對在邊境口岸 將會持續發生的示威 以及一些可能的侵入行動 行動的規模可能日積擴大 並開始會伸延向靠近的邊境 新界的北部地區 另外 香港政府也都面對一旦 廣東當局的崩潰 大批難民 湧入香港的危機 於是旗濟時就表示 基於這些外來的威脅 他已經授權沿深圳修建一條 由西至延朗的新田 東至沙頭角的鐵絲網 以保障邊境的安全 旗濟時就估計 港中邊境 叫修建一道的鐵絲網 的鎖費是不匪的 但港府和英國政府 對誰來負擔這筆費用 就存在一些意見分歧了 旗濟時就認為 他們正考慮 香港政府應在 這個修建的費用裡面 是負擔幾大程度 而他們目前的看法就是 這個費用應付外來威脅的防衛安排 所以不應該由港府去承擔這個費用 不過當時的英國政府認為 也不應該由倫敦政府去支付這筆費用 港英政府曾經扭盡錄任 和搞盡路執 希望跟親中人士 或者跟中方關係密切的人士 例如何妍等 去進行一些和談 結果都是無功而還的 除了在沙頭角邊境發生槍擊事件之後 另外還有香港警察 在六七年的九月和十月都被中方拘留 而意外地 促使大陸當局和香港政府 迫不得已都要展開一些邊境事務的談判 在六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 香港的警員何日強和陳樹榮 不知為何在敏感度越過了邊界 被中方拘留了 在十月十四日高級督察Frank Knight 在敏感度橋和一些中方的農民發生了爭執 而之後被人鑑山拖入中方的邊境裡 年春的事件迫使了香港政府的官員 和中方的官員真的要坐在台聊天 雙方在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五日期間 在深圳進行了十輪的會談 英方期望中方釋放三名被拘押的香港警察 以及用中方的邊境部門展開對話 以舒緩邊境地區的緊張氣氛 以及建立雙方的和談程序 中方則希望可以爭取釋放五名較早前 因為在香港境外犯案而被捕的大陸居民 而要求香港政府這方面 對較早時開班關閉民感度橋 導致中方農民的損失作出賠償 而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拘留三十六日的FANKLINE 不知為何可以成功逃脫 還潛逃回香港境內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英雙方達成邊境的協議 兩名警察在第二天立即被送回香港 港府同步釋放五名大陸居民 而英方同意在十二月一日前 拆除民感度至羅湖的鐵絲網 並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拆除民感度橋上的障礙 英方也承諾保證前往香港境內 耕田和探訪的村民 這些大陸人的人身的安全 並容許大陸居民只要遵守香港法律 都在香港境內可以學習和宣傳毛澤東的思想 而英方也是因為關閉了羅湖橋 而令大陸人受到損失作出金錢上的賠償 雙方的協議是有助舒緩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 並促成香港政府和中方的邊防部門 建立了一些工作關係 自從兩方簽定了協議之後 中港的邊境不再出現一些嚴重的衝突事故 羅湖、民感度和沙頭角的中方款入地區 也沒有繼續用大喇叭播放一些反應的口號 六七年的七月初衝突不斷升級 左派的工人街頭多次襲擊警務人員 香港的警察開槍還擊 射殺任職搬運工人的鄭哲波、馬列瑜、密志華、何峰、余秀民等暴徒多人 六七年的七月十六號 港九油漆總工會會員蔡南朱日基 被港英警察槍殺之後 以鬥委會油漆工會為首 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 開始以罐頭製造的土製炸彈 以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 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 還以鹽酸和燒酸混合製造的強水 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和公共交通工具 左派的學校實驗室成為土製炸彈的製作工場 港府則對左派還擊 首次作動英軍搜查左派的工會 之後陸續派遣軍警搜查各左派的巨檢 使用緊急法例的權力 拘捕和關押部分工人的運動領袖 將他們扣留在摩星嶺的白屋和政治部的袖室 部份的人之後還沒遞誡出境 7月12日 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地實施宵禁 是暴斷爆發兩個劣里來的第一次 同日的下午5點鐘 大埔鄉市會回所首次發生土製炸彈的爆炸 香港群眾首次領教過土製菠蘿 另一旦放置